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出任校长 胡维冰心赴美留学前和父姐谢宝章的合影 拍摄于1923年1929年6月15日 冰心和吴文棗的婚礼 在南京大学林湖娟举行时的流言 照片中的人物二排左起 一次为刘继华 吴文棗 冰心 陈毅 江尊荀 三排左起 次为谢伟杰 杨紫敬夫人冰心就末 司徒雷登 宝贵司 萨本栋 1929年6月15日 冰心身穿婚纱的流言 洁白的婚纱 手捧着鲜花 美丽的像童话 梦幻与高贵的体现 唯美优雅的一景结合 无奈成名 就已足够 1923年的冰心到美国留学 从上海到美国的约克逊号游船上认识了吴文棗 远在一厢的两人相爱的 直至结为连礼 婚后更是甜蜜 风与同舟 相如以末做了56年的夫妻 徒雯冰心和吴文棗的合影 1933年 冰心写下我们太太的客厅的小说 看似温婉和调侃的比较威威到来 实则却是在进行讽刺和抨击 后人推测这篇文章 是在影射民国女神林辉英 当时林辉英读了小说后 满度怨气 便托人给冰心送了一滩又沉又香的山西醋 徒为林辉英和冰心在美国留学时的合影 这张照片是他们一起去野崔石拍摄的 祝 其文解密原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图片来源互联网 版权归属作者